哈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大兵这一期来到立弯的长寿路这边来到长寿东路这边一直往前面走经过这一家承载骚纳店就可以到这一家同济了一家开了41年的老字号 虽然身处巷子里而且环境比较老旧不过他也是米其林的常客 已经多次获得米其林的奖项了长久不变的是出品和价格 阿叔的大份的白鱼有没有半只啊?半只左右 两份鸡粥一份关炒牛河一份下中白鱼好 下单付款之后会给你一个小猪排对号出餐 个人感觉这个老板的服务态度挺好的 店铺已经相当的有年代感 虽然环境比较老旧 不过有风扇有空调坐着用餐也算蛮舒服的 现在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21分 店里面全部都坐满了人 不过空间就比较小座位也不多 所以也有蛮多的食客是到这里来打包的 陆陆续续的顾客就没有断过 点了一些个人想尝试的出品 这一份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白切鸡55块钱一斤 不知道朋友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欢迎朋友们在留言区分享讨论一下哦 价格跟之前相比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白切鸡是米说必点的一道出品 选用的应该是清远的麻鸡 跟很多其他餐馆都不一样 这里要多少你都可以自制订 小份的18块钱就可以了 可以说风简游人 鸡的火候掌握的还是比较好的 骨头呈暗红色 金黄色的鸡皮泛着光亮 比较特别的是配的黄芥末酱 另外还有姜葱调味料 先沾黄芥末再沾姜葱 这可是老板特意交代的吃法 出尽嘴里鸡肉口感嫩滑 鸡味是比较香浓的 不过感觉鸡的时间稍微差了那么一点 肉质欠缺一点嚼劲 估计是鸡羊的时间还不够长 不过奇怪的是鸡味居然很香浓 广州做这种风味的白切鸡真的也不多 普遍的都是姜葱调味料 沾上它这里的调料鸡的鲜味呢会提升一个档次 总的来说算得上是好鸡个人还是推荐的 配的酱料是他们家白切鸡出品的一大特色 有不少街方特意到他们家打包白切鸡 这一道干炒牛盒价格18块钱 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了 最关键的是出品的味道居然很不错 而且朋友们能看到啊分量真的十足 牛盒炒的油光发亮条条分明 没有炒碎出起来呢很香滑 而且锅气是很足的 要说美中不足的就只加了芽菜和香葱 如果能再加点酒黄那就更惹味了 牛肉表面炒至味胶锅气是很足的 据说长厨的是一位大妈 之前吃过一次觉得一般 但是这一次呢炒到我后真的很棒 18块钱这样的分量这样的出品 性价比真的有点无敌 不知道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呢 滑稽粥也是他们家炎气比较高的一道出品 价格就13块钱一碗 个人很喜欢点牛盒的时候 顺便点一份滑稽粥 搭配着吃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相对价格而言 个人觉得鸡肉的分量稍微偏少一点 粥的稀稠度个人觉得刚刚好 喝进嘴里味道是比较鲜甜的 个人觉得如果鸡肉再多一点那就更完美了 价格上调一点也无所谓 不过老板就说这种街方生意调价真的有点为难 不知道朋友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桌面上有胡椒粉加点胡椒粉味道会更加的棒 一家在巷子里沉淀了41年的老字号 没有花里胡椒的出品 也没有富丽堂皇的环境 但他却深得食客们的心 靠的是几十年不变的出品和实惠的价格 我是大兵视频分享到这里 关注美食关注我 别忘了评论转发点赞收藏 咱们下期见拜拜